这个男人被扭曲地塞在行李箱中,只要感到疼痛,他就会吐出一枚金币。眼前的男孩难以置信,攀念瞬间涌上他的心头。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《箱子里的人》。 小贾是一个废柴男,他学习差,爱嗑药,前几天还被女朋友甩了。 于是他出了一趟远门,想旅游散心,可刚一回来,拖运的时候,机场的机器就坏了。 这运气真是太差了,小贾等了半天,自己的行李箱终于被丢了出来。 他赶紧拿上,匆匆地走出机场大门,殊不知这一箱子其实不是他的。 回到宿舍,小贾又开始自己的肥宅生活,看了半天的动作片,他忽然想起箱子还没收拾。 可当他打开时,一个扭曲的男人突然出现,小贾吓坏了。 他拿起棒球棍,男人连忙求饶,小贾想把他送到医院。 男人说,不能去医院,他们会找到我的。 小贾一头雾水,但在男人的哀求之下,他还是尝试搬动男人。 由于姿势太过扭曲,每动一下,男人都疼得大叫。 他吐出一枚金币,小贾很吃惊,男人解释这是自己的特异功能。 他说,只要小贾帮他出来,这期间吐出的所有金币都可以归他。 第二天,小贾从床上醒来,看着地上的箱子,他以为自己昨天磕多了。 可一扭头,金币就在桌上躺着。 他拿着金币到鉴定处,鉴定师一看两眼直冒光,表示这是近代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财宝。 他开了两千元,从小贾手里买下。 小贾转头把这件事分享给自己朋友,朋友骂他笨蛋,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得多要点钱啊。 他问小贾是哪里弄到的? 小贾如实告诉,朋友以为他开玩笑,可刚回到家,小贾的前女友匆匆跑出。 他大声责骂小贾,说他是个杀人犯。 两人一脸蒙圈,上楼一看,行李箱已经打开。 男人从箱子里伸出一只手,小贾赶紧澄清,把箱子里的男人给两人看。 两人大吃一惊,很快他们也发现男人吐金币的事情,相信了小贾。 这时,朋友偷摸摸地把小贾叫到一边,这么好的东西,咱们以后可就发财了。 他把行李箱拉上,直接一脚踹到楼下,一瞬间,金币全部撒出,前女友两只眼睛都直了。 小贾有点心痛,但也有点担心。 他表示,他们就拿男人用两天,时间到了,就必须把男人放走。 朋友同意了。 接下来的48小时,箱子里的男人受尽折磨。 他被老鼠夹夹手,被老虎前拔牙,还被绑到振动机上,疯狂地振动。 金币源源不断地涌出,小贾三人为所欲为。 他们付了房租,买了一堆奢侈品和名牌衣服,前女友开心地不行,跟小贾复合了。 很快,两天到了,屋里已经堆满了金币,但朋友还想继续。 他让小贾给男人惦击,小贾有点不忍。 他担心男人撑不过去,可男人似乎一点都不生气。 他鼓励小贾继续,告诉他自己活该得死下场。 这一下,小贾更不忍心了。 他劝接朋友,你难道想成为这样的人吗? 朋友一脸贪婪,是啊,我就想成为有钱人。 小贾不干了,他丢下电箱,拿出电话报警。 女朋友冲过来,一锤子砸烂小贾手机,还给了小贾脑袋一重锤。 小贾难以置信,血从他的头上流下,他酿呛出房间。 女朋友本想再来一锤,结果小贾支撑不住,自己滚下楼梯。 女友回到房间,他和朋友打算最后榨干男人,然后畏罪潜逃。 但这时,男人开始嘲讽两人,他的眼睛发黄发亮,脸部开始变成紫色。 女友有点害怕,他按下电击键,一瞬间灯光按下,男人的表情猙獰起来,电流涌入他的身体,但也给他带来了能量。 喷的一声,两人吓得后退,一阵烟雾从行李箱中升腾而出。 一个紫色的巨大恶魔现身,他恐怖地大笑着,便出了两个行李箱。 女友和朋友尖叫着,恶魔的笑声充斥了整间屋子。 第二天,小贾模模糊糊地在医院醒来,看来他捡回了一条命。 他扭头望去,只见桌上放着一盆花,上面还有一张慰问卡。 恶魔表示,小贾的行为非常出乎他的意料,如果以后需要帮助,只要想他一下,他随时会来。 镜头一转,机场里,此时的男人已经容光焕发,仿佛获得了新生。 机场人员对他毕恭毕敬,他提出自己要去奥斯曼帝国的旧首都,也就是当今的伊斯坦布尔。 机场人员帮他把行李箱放上托运栏,里面传来女友和朋友的求饶声。 故事结束。 箱子里的人是2019年恐怖美剧《鬼作秀》中的一则小故事。 片中的男人,根据剧情中的暗示,其实就是一名曾因贪婪被囚禁的恶魔。 他原本希望通过蛊惑三人重新获得法力,但没想到小贾良心发现。 于是,恶魔最后只囚禁了两人,放过了相对善良的小贾。 除此之外,故事中也包含对人性贪婪的讽刺。 小贾女友一开始甩了小贾,就是因为嫌他不思上进,还不管青红皂白指责他是杀人犯。 可最后,在利益面前,小贾坚守道德,倒是女友自己变成了杀人犯和不思上进者。 这可谓真是啪啪打脸了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再见。